台股跌破萬五關卡 不會要崩盤了吧 只要15分鐘 教你怎麼一天賺30%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Pay Go Go 我是空飛人Cindy 我是機長韋明 欸機長 前幾集我們不是談到 貨櫃航運大師寫嗎 結果最近長榮跟陽明 都抵到剩八十幾塊耶 沒想到你看的蠻準的 對啊那其實我要告訴投資朋友的 就是你不要為了這個鼓勵 然後結果賠了價差啊 那前幾天台股失手萬五關卡 直接跌爆耶 現階段應該怎麼操作呢 我跟你講 無論行情再動盪 機會還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最近我們用長榮一天賺了17% 這個我們有在群組上跟大家分享 喔你是說那個用全鎮 大賺一筆的策略嗎 Bingo 天啊趕快教教我啦 市場上沒有什麼人在交 所以會用的人也不太多 代表賺錢的空間更大 不同的行情都要有方法應對 想要跟著機長一天賺30% 記得要把影片看完喔 結尾會告訴你怎麼說去 只要15分鐘教你怎麼一天賺 超過一根漲停板 收 你這麼多策略 那今天要帶我們看什麼景點呢 今天我們先飛大樹還有保養 在這種多空不明的行情下 升級類股一直扮演逆勢稱盤的主角耶 再加上有防疫產品熱銷的利多支持 大樹的營收是不斷的在上漲喔 那我來替你解答這些股票到底適合短線操作 還是長線報警 我們來看一下6469的大樹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種感覺 最近好像在路上這個藥局是越開越多 但實際上面藥局開的加速並沒有真的變多 可是是因為新的藥局慢慢去取代一些 傳統的個人藥局 那其中有一個指標叫做藥局連鎖率 可以想像成就是連鎖藥局的滲透率 在台灣目前這個指標大概只有20% 可是在美國日本跟中國分別有 71% 68%跟57% 所以台灣的連鎖藥局還有非常大的成長空間 那大樹他最主要是用這些婦姻產品去吸引婦女 那用處方藥來去吸引老年人 那在這些消費者他們不斷的重複到藥局 幹嘛 領藥 去買這些婦幼的產品的期間 那藥師還會順便問一下說 那你最近有沒有什麼需求 那再根據他的需求去推薦一些毛利率高的保健食品 或者是照護的產品 所以整個大樹他們的毛利率是持續的在拉高 那營收增加再加上高成長率 代表股價只要有拉回都會是好買點 再來看一下5904的保雅 保雅的客流量在今年Q1的時候 因為受到國內疫情影響整個大崩跌 那銅電營收整個大減將近10%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萊克量大幅降低 那其實在去年5月的時候一樣有疫情的因素 所以導致他們的基期走低 相比之下 今年從6月開始 銅電營收就會回歸正成長 所以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 那其實有很多的消費品現在都開始轉向網購 像我自己只要能夠用網購我就不會出門 可是在藥品 在醫療用品 還有化妝品這一些東西 其實都還是偏好到實體店面去做購買 所以最重要的觀察指標就是什麼 人流的狀況 這個時候大家就要想到有一個工具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的酷 叫做社區人流趨勢報告 從這個數據裡面 你可以找到相對應的零售店的人流狀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年6月份的時候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拉升 所以可以預期保雅的SSG 也會明顯的回溫股價逢低 都可以找買點 保雅我很熟啊 女生很愛去那邊買美妝用品 對啦 化妝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可是你還是要跟我學一些投資策略 這樣才能幫你賺錢啊 少管我 洛莉巴說的 好啦 接下來帶你飛紅寶還有飛傑 電子支付系統廠紅寶 受惠於後疫情時代的無接觸商機 感覺未來的前景可期欸 對啊 最近整個工業電腦的族權都非常的強勢 讓我帶你來大開眼界吧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5258的紅寶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IPC這個產業 有非常明顯的資金流入 特別是在5月底的時候 紅寶連續噴出4根漲停板 那這張股票 其實我們在今年1月的時候就已經有操作過 當時我們就是看好工業電腦的營收增溫 但是後來股價竟然還盤了半年 那現在整個族群上去的關鍵就是在於 缺料狀況改善 之前電子零組件他們搶料搶得非常的兇 所以紅寶就出現了所謂的長短料的狀況 現在沒有那麼嚴重 出貨狀況當然會更順一點 而且目前的在手訂單還是很多 公司的料還是一樣不夠 所以你會選擇一些毛利率比較高的訂單 來先做優先生產 後面公司還會積極的去做追料的動作 想辦法把整個產能利用率拉高 我認為60元以下其實都不算太貴 再來我們看一下6206的菲傑 菲傑也是IPC廠 那他是專注於 POSE機的代工生產大廠 是台灣第一大 也是全球第三大 那跟紅寶一樣之前出現缺料的問題 不過在現在料源逐漸改善 那還有現在炒很兇的這些通膨啊 砍單都跟他無關 訂單已經看到年底 因為工業用的產品 本身受到總體經濟的衝擊 就比較沒有這麼的大 Q1的EPS高達1.92元 創15G新高 那Q2他還會再更高 當然操作上面我們不鼓勵大家硬追 有拉回到景天的附近 會是一個不錯的觀察點 那今天的秘密星球是哪 讓我來猜一下 不要猜 猜了就容易錯 就跟投資一樣 不要用猜的 投資據說真的 其實這都1000賺38% 少在那邊學我 好啦被你蒙對了啦 這禮拜我們準備了一支教學影片 來讓大家免費索取 在群組裡面的投資朋友 應該都有看到 因為現在行情容易大漲大跌 所以你學會利用更多的金融工具 你就不會被行情限制住 通時我們也會教會你 學會認知金融工具的風險喔 趕快點影片下方的連結 加入機檔的Like跟Telegram 千萬不要錯過這支好康的喔 那Pla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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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 Bye Bye 2 32 4 5 3 6 5 7 8